超商咖啡全面涵涨 现在的买气究竟如何 我们准备了计时期 来看看十分钟内 到底有多少人来买咖啡 十分钟人潮来来往往 就是没人进去买杯咖啡 至于另一间超商 打出第二杯半价优惠 买气又是如何呢 实际上的十分钟 两间超商都挂零 我们再到第三间来看看 同样十分钟过去 总算有人捧场 仔细看就位先生 从超商走出来 手上拿的正式咖啡 还好我觉得 它是比新吧更便宜 多啊 咖啡我最喜欢喝 所以我都每天都要喝咖啡 但是涨五块对你来讲 没有关系 虽然超商买气一阵低迷 但是咖啡爱好者 依旧每天来上一杯 不过先来涨价 咖啡业者莫名跟进 市场有没有联合垄断 公平会要介入调查 证明业者是联合荒台的话 那依照公平交易法 可以最高除到2500万花块 把咖啡涨价 下列为首要案件 公平会强调 一旦发现业者 有联合垄断 或烘台价格的情形 就要开罚 只是涨价已成既定事实 消费者买咖啡 荷包得多饕点 三天新闻 彭志宏 廖捷鱼 台北报道 好 现在叶子 它的 感谢观看